嗨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哈喽大家好,我是谭州教育的炎翼 那么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在抖音上非常火的这一首Planeto的教学视频 那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在刷抖音的时候听到了这么一曲 听上去感觉非常欢快的旋律 就很想学它,对不对 但炎翼想在今天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的事实 这首歌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备胎的故事 所以呢,我们一会儿看歌词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太吃惊,好吗 好,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哈 如果是不会日语的小伙伴哈 如果大家并没有学过日语的经历 只是喜欢这首歌的旋律,想要学来听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到,炎翼在课件,在我的PPT上面呢 跟大家每一句歌词的上方都标了有一串字母,对不对 这个字母的名字叫做罗马音 如果大家不会呢,可以跟着罗马音跟着去拼读 它相当于英语中的音标扬的作用哈 任何的歌曲都可以用罗马音去标注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歌词啊 叫 好,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嗯,要怎么样才能够再次跟你能够搭上话呢 来自一个备胎的心理哈 好,那么第一句歌词 就是怎样做的意思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第一个字 这个词读作一个都的发音 跟着罗马音来读哦 就是那个 但是有很多的小伙伴 可能看到第二个字的罗马音上面写的一个 又像乌,又像义的音 就很想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读成一个抖 是不是抖呀 对,这个是错的哈 第二个字它在日语中叫做长音 你们可以把它就是换成一个波浪号 这样子就很好联想了,对不对 就是抖,抖,这样子哈 唱的长一拍就可以了,抖,嗯 然后呢,后面这个是呀 就是那个哎呀呀的那个呀哈 然后呢,你们先不用管这个东西哈 这个XTU我一下跟你讲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呀 这个字读作一个 て,て,对不对 比如说,哎呀你做的这个菜也太辣了吧 四川的时候伙伴可能就会不以为人的笑一笑 是不是 哎呀这个菜怎么辣了 对不对 读作一个て,て辣了,て辣了,吃不下去 读作一个て的发音 但是大家你们会发现 演绎在唱的时候啊 仔细听我讲一下 どうやって 我唱的貌似是个て的发音 对吧 而不是て对不对 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哈 日语中有一种现象 叫做卓音现象 卓化现象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你们经常会在日语中听到这么一句话 ありがとう 对不对 ありがとう 但是其实演绎可以告诉大家 日语中是没有ありがとう这个单词的 只有一句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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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arigato arigato 区别在尾音的那个to和to 对不对 这个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仔细 仔细自己可以说一下 你说一个arigato和arigato 哪个更加顺口一些呢 应该是后者 对吧 因为嘴巴可以更加的省力 不要太多的口型 对不对 那么的话呢 日本人就是一个比较懒的一个国家 他们说话不喜欢张嘴巴 就很喜欢把这些轻音 这些爆破音 全部都会把它读成卓音 所以像这个字呢 它在日语中 口语中的话 就是读作一个de的发音 但是写你不能写成de哦 嗨 所以是 どうやって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中间 这个字 长得像一个反过来的小c 样的这个字 到底是干嘛呢 你看罗马音也不知道该怎么读 对不对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字 它不发音 那么 它在这里不发音 放在这时干什么的呢 它叫做醋音啊 同学们 醋不是那个吃醋的醋 而是那个挺醋的醋 它长得小 小一点 对不对 长得就有一半 就其他字的一半大小 这个叫醋音哈 你们听 どうやって 我中间是不是顿了一下呢 这个就是做醋音的作用哈 那么在有些歌词里面 为了押韵哈 也会把醋音呢 当作这种长音一样来唱 就やって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嘿 好 どうや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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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么样的意思啊 怎么样做的意思 比如说 演绎在做饭的时候 然后呢 你就在我身边说 哎呀 这个东西不是这么做的 那我就会反问你 どうやってのよ 对不对 どうやって どうやって 教えて どうやって 就是怎么做才好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这个是 どうやって こうやって こうやって 跟上一句的话很好 很像是不是 这句话其实就是 这样做的意思啊 那么前面 第一个字读做一个 こ こここ こここ 对不对 不要读成个 co 不是co的发音啊 嘴巴放得小一点 圆一点 然后呢 轻轻的张开 读做一个 co 对吧 读做一个co的发音啊 然后第二个字 同样它是长音 是长音 如果你是零基础啊 你就不用管这个 发音的规律 如果你有基础啊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读长音呢 就是说 当 我断甲名后面是 的时候 这个 要读成长音啊 当然呢 如果 这个点大家如果想学习的话呢 以后可以过来听 演艺老师的公开课哈 可以加我的QQ 好的 那么的话呢 是 第一个字是 こう对不对 就是 こうやって で吧 こうやって こう 就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个やって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こうやって 就是这样做的意思 比如说 我刚刚就在 我就在问你 我说 哎呦 我这个菜太难做 都应该怎么搞嘛 你教教我啊 到底要先放 先放 先放胡萝卜 还是先放红瓜 对不对 那么你就告诉我 こうやってのよ 对不对 こうやって 就是这样做 はい どうやって 我来跟大家 你看着我的光标哈 どうやって こうやって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是 また ほら ほら 君と話そうか 对不对 また 什么意思呢 また 就是再一次的意思 我记得抖音上 也有一首歌叫做 再次和你相遇 也挺好听的 韩语歌曲 好好想学习啊 那么这个 また的话呢 就是再一次的意思 再次 また また 就像是 大家 你们经常可能看动漫 有那种 几个小伙伴啊 放学回家的时候 说拜拜 再见 对吧 怎么说 就可以说 またね またね 对不对 またした 这个また 就是再一次的意思 然后呢 ほら ほら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你看的一个意思 你看 像日本的 日本的 小朋友可能经常会玩一个游戏 就是在手心里面藏一个 藏一个 可能一个硬币 我们中国小孩子也可以玩嘛 对吧 在左手右手里面藏一个硬币 就是藏 让你去猜 到底放在哪个手里面了 然后呢 你可能猜一个手 然后他就会把手张开 张开的时候 就会说 ほら ほら 是不是 这个ほら 其实就是 你看 你看这里啊 这个ほら 这种感觉 然后呢 我们再来 他其实就是为了 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 就ほら 这种感觉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后看 また ほら 君と話そうか 这个君字 在日语中的翻译呢 读作一个 君 君 君と夏の終わり 空来の夢 对不对 君 这是你的意思啊 と呢 是和的意思 君と 就是和你 比如说 和炎一 该怎么说呢 就是炎一と 当然炎一と 不是炎一要去偷电动车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偷电动车的 好吗 好 然后后面这个画字啊 他在日语中读作一个 花 读作一个 花 嗯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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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注意哈 这个 后面呢 这个字 它又是一个长音 所以呢 我在 因为咱们是零基础嘛 所以我就在今天的教学中 我把所有的长音都用波浪号给大家代替好 就 连在一起 どうやって こうやって また ほら 君と話そうか 嗯 第一句歌词 我们就叫到这里了 皆さん 大丈夫 已经没有问题了吗 接下来是 あれだって これだって 今 すぐ 気づいてくれ 前面呢 是跟上门部分的这个旋律和 节拍笔记音调是一模一样的哈 然后呢 接下来是 あれだって 这个あれ在日语中呢 就是 那样的意思 就是那个的意思 あれ 比如说 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个 那个那个 柯南 里面经常柯南就是说 あれれ おじさん なんだかおかしいですよ はい 然后呢 这个あれ呢 就是 那个的意思 比如说 你们在柯南中看到 呃 柯南发现什么线索的时候 就会跟 这个毛利小五郎 就是说 あれれ おじさん なんだかおかしいですよね 对不对 那么这个あれ 是 嗯 它其实也有一种 员 表示一个语气字的 员的意思啊 就あれ あれ 然后呢 这个 第二 这个字啊 读作一个 だ だ 然后呢 这个字 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它虽然写成一个 て 但是呢 读作一个 て 然后这个 だって だって 它如果单独 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表示 但是 可是 这种感觉哈 在这里呢 是表示 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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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的意思啊 即使是这个 即使是那个 嗯 这种感觉 はい 如果出学者不知道该怎么唱粗音的话 你就把它唱成长音就可以了 就 だって だって 就可以了 嗨 然后呢 接下来是 今 すぐ 気づいてくれ 对不对 就是 现在 能不能立刻注意到这样的事情啊 请你立刻注意起 立刻能够注意到好吗 这种感觉 好 然后这个金字呢 是读做一个今 读做一个今 今就是现在的意思啊 今不是今 好 然后呢 后面这两个字 すぐ すぐ就是立刻的意思 今すぐ就是现在立刻的意思啊 今すぐきます呦 就是我马上就来 我现在就来 今すぐ 今すぐ 然后呢 这个气字是读做一个 き 可以先读一个 く 就我们刚刚教过哈 就是 我们刚刚教过哈 就是这个君字 它读做一个 きみ 对不对 那么这个气 它读做一个 き的翻译 然后呢 这个父子是读做一个 字 读做一个 字的翻译 你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 罗马医生们写的一个 第一个 u 对不对 但是不要读做一个 du 不是du的翻译 翻译有点像那个 你们吃过烧口里面 撒的那个字染吗 有点像那个 字的翻译 但是其实 如果你们想学 标准的翻译的话 它不能用中文的任何翻译 去读 是属于一个 字和租之间的翻译 读做一个 字 字 这样的翻译 はい 今 すぐ きついてくれ 对不对 今 すぐ きついてくれ 这个读做一个 re的翻译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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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比如说那个 あれ 对吧 あれだって これだって 这个读做一个 re的翻译 はい あれだって これだって 今 すぐ きついてくれ 对不对 嗯 好 那么接下来是 僕は君のプラネ 好 这个啊 这个仆人的仆号 在日译中读做一个 僕 僕在日译中 就是我的意思 是第一人称 读做一个 僕 僕 然后这个读做一个 va的翻译 はい 僕 は君 のプラネ 这个字是 no 就是 do 僕 は君 の 僕 は君 の 就是 我是你的 什么 什么 はい 然后后面这个单词呢 嗯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画风 有点突变 长得好像我们中文中的偏旁不熟啊 这个在日语中哈 它叫做外来语 就是来源于 几乎 日语中很多外来语啊 大部分是来源于英语单词的 嗯 这个也是来源于英语单词 就是行星的英语单词 读做一个 プラネ プラネット 本来应该读做一个 プラネット 就是歌名哈 嘿 那么 只不过因为在歌词里面 它为了能够压运 你就把后面这两个字啊 没有唱 后面这两个字 它是没有唱的 所以呢 你们可以不唱这两个字啊 就 僕 は君 の プラネ 唱前面这段就可以了 僕 は君 の プラネ 对不对 プラネ 嗯 然后后面是 回り続けて はい 回り続けて的话呢 就是一直不停的旋转 旋转 跳跃 就是叫旋转的意思啊 回り続けて 这个回り 就是前面的这一个回 回 回的意思呢 就是指旋转的意思啊 比如说像是 那个向日葵叫 日回り 对不对 因为向日葵也是一直围着太阳 在这个不停的转嘛 对不对 回り続けて はい 回り続けて 包括像这个旋转啊 在日语中读作一个 続けて はい 続けて 第一个字读作一个 呲 这个呲呢 有一点像那一个 一次两次的呲哈 但是我也刚刚跟大家讲了 日语中有很多的音 是我们注文中 真的是标不出来的 它的音其实也是处在于一个 呲和粗之间的发音 如果大家想要学标准的音的话呢 还是要学一下五星图的哦 嘿 回り続けて 对吧 僕 接下来是 就是我一直在你的身边的意思啊 然后呢 这个一直在日语中 就是指一直的意思 一直的意思 还读作一个 比如说像是大家看过 我名字的柯南吗 柯南里面有一句名台词 叫做真相一直只有一个 对吧 就是 真实是 一直一つ 就是这个 一直 一直 然后呢 君就是你的意思 然后 no是 的的意思 对吧 后面这两个词 做一个 soba soba 就是指旁边的意思啊 包括它 其实还有 乔曼面的意思 还同音字啊 那么 soba 在这里是旁边的意思 で的话呢 在这里表示在 就是我在你的身边 いつも君のそばで 我一直在你的身边的意思 然后呢 后面这句 这个黑点数啊 就是黑点 首先是小缺点的意思 就 黒点 黒点 对 这个黑字读作一个 黒 黒 然后呢 后面这个点啊 读作一个 点 点 はい 然后呢 黒点 黒点 对吧 后面是 kazo 然后这个数字读作一个 kazo e kazo e 就是数的意思啊 はい 黒点 kazo e takere do 嗯 是这样子呢 黒点 kazo e takere do 就是说 虽然只是 虽然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然后呢 就是我一直都会在你的身边 然后数着你的小 小黑点 数着你的小缺点 はい いつも君のそば いつも君のそばで 好的 我们再把这句歌词来一遍 是 いつも君のそばで 黒点を 啊 黒点 kazo e takere tokere 然后这个 dakere tok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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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ere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马上就到我们这首歌的高潮部分 也就是大家经常在抖音里面听到的这一段高潮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首先这四个字读做一个sayonara sayonara其实就是再见的意思 很多人都会说是sayonara是不是 不对啊 应该是sayonara 但是其实的话呢 演艺建议好sayonara不要经常说会比较好哟 因为他在日语中其实更多的是我不想见到你 我这一辈子都在也不想见到你了 或者说永别的这种情景 语境下才会去使用sayonara 所以像平时如果好朋友之间说拜拜啊 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说sayonara会让别人觉得心里挺个隐的 挺奇怪的哈 然后这个nante的话呢 就是什么的表示一个省略哈 再见什么的没有啊 这种感觉 sayonara nante nai yo 这三个字读做一个 nante nante sayonara nante nai yo nai就是没有的意思啊 所以呢 sayonara nante nai yo 就是没有 不说再见 然后呢 后面是 今日から道を外れた 然后呢 这个今日啊 读做一个kyo 这样的发音 对kyo 大家都用了个通讯kyo 是不是把那个kyo 拉的读的长一点就可以了 叫kyo 就是今日的意思 然后呢 kara 这两个读做一个kara 就是开始的意思 kara在日语中就是开始的意思啊 所以说 kyo kara michi o hatsu renda 然后这个轨道在日语中啊 读做一个michi michi 第一个字是mi 第二个字是chi 就是七八九的七 はい sayonara nante nai yo kyo kara michi o hatsu renda 然后这个词读做一个o的翻译啊 就不要读成一个wo的翻译 它读做一个o 然后这个y呢 在日语中读做一个hatsu hatsu hatsu的话在这里就是 嗯 离开歪斜的意思啊 嗨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读做一个re 这个读做一个 嗯 就是嘴巴臂上要读做一个 嗯的发音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字读做一个da 所以就是 kyo kara michi o hatsu renda sayonara nante nai yo kyo kara michi o hatsu renda 然后最后是 最后在语中读做一个saigo saigo 不是saigo啊 是 sa i go sai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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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后的意思 然后made呢 是表示终点 就是直到最后啊 saiigo made mi oku de yo 这个剑送呢 读做一个mi oku mi oku 第一个词读做一个mi 然后这个送读做一个oku oku saiigo made mi oku de yo saiigo made mi oku de yo 头上这里有一个粗音哈 如果不会唱的小伙伴呢 可以把它唱上长音去 然后呢是 永远读做一个永远 永远读做一个永远 永远 注意哈 这个永字读做一个a 你们在这里看到罗马英神写的一个e i 对不对 不要读成一个a e啊 不是a e 是a a 把这个a读做长一点 就a 是a そんなのないでしょ a 本当に a 都长一点哈 然后呢 远字读做一个m en 对吧 先读一个a 再读一个en 连在一起是en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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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就en en 对吧 永远 永远 就是永远的意思啊 后面这个是ni 就是那个nani的ni 然后呢 li这个字在这里读做一个hana hana 然后hanare de kunda 好 我们连在一起啊 在以后 made mi ok de yo 永远 に hanare de kunda 然后我们就说啦啦啦 就那个啦 啦啦 啦啦啦啦 就那个啦啦啦 就那个啦啦啦去的就可以了 这个很简单就不多说了 好 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潮部分哈 那么这首歌我们就大概教完了 嗨 大家都学会了吗 嗯 如果没有学会的小伙伴哈 可以先学一下五星图 或者说 或者说可以重复看几遍 我们这个教学视频 那么在结尾呢 跟大家给一个小彩蛋 就是科普一下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哈 一直默默陪在七枚竹马身边 还没来得及让他发现自己的心情 却不知哪天开始 他竟有了心上人 婚礼上他笑得那么幸福 而我这一刻曾经围绕着他转动的小行星 终于到了不得不偏离轨道的时候 不想说再见 可是啊 这世上没有神的存在 而我只想让你幸福 所以再见了我的小太阳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啊 好的 那么今天的教学视频 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 はいでは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是的 和尚 STays